乌木树干笔直 高大 多枝鸭 无枝叶 看着前方视线中无数漆黑参天聚目林立 遍布各个山头 山脉 漫山遍野 陆无非像是看到了一片黑色世界 那地方就连地下土地都是黑色 土地上生长的各种杂草植物也都是黑乎乎一旁 连天空也仿佛都被染成了黑色 乌木山林上方 黑色雾气笼罩凝结 连绵一片 一看就像是穷山恶水 资源匮乏 就连妖怪都不愿意待的地方 但事实恰恰相反 空气清晰 灵气充沛 只要是入了修行之道 哪怕修为浅薄的小到小妖 也清晰察觉到那黑色山林之内的灵气 明显比周围区域更加浓郁 那些黑漆漆的山林除了看起来有些恐怖外 山林中的飞禽鸟类也受并不少 这样的地方没有妖怪才是奇怪了 一路无飞此时目立 他只是稍稍认真些 就能清晰看到了 前方远处那片漆黑乌木林边缘 有妖怪在活动着 应该就是这里了 一番观察后 陆无飞心中了然 知 这时 小白从他胸前领口探出头来 左顾右盼 陆无飞摸了摸小家伙脑袋 随即便朝着前方远处漆黑一片的乌岭山飞去 迅速飞入乌岭山领地边缘时 陆无飞站在半空中 便朝着前方出声道 黄蜂老祖可在 蛮荒大荒山白浪 特来拜见老祖 响亮如潮 立刻朝着乌岭山广袤领地深处 滚滚传播去 这片由乌木林组成的乌岭山范围很大 陆无飞站在边缘半空 抬眼望去一眼 根本望不见头 入眼处全是黑乎乎一片 从高空中向下看 就能看到乌岭山仿佛一块漆黑大药膏 贴在了广袤山林之中 岭地很大 他这声音彻底传递开需要时间 也需要时间 给这片岭地上一些怪物反映时间 陆无飞也不急 开口一声后就在静静等待着 他刚刚喊的是蛮荒大荒山白浪 而不是喊万寿山武装观的陆无飞 是因为他以自己身份来拜访 同样还有低调原因 虽然这有些与他当初第一次见到黄蜂妖祖时 有些不同 当然 不管他喊的是什么名字 他身上的身份也不会变 不等陆无飞多想 很快 一个声音便迅速从雾岭山深处传来出来 哪里来的不长眼的 敢在我雾岭山乱吼乱叫 大荷声自黑漆漆的雾岭山深处传来 与此同时 一道庞然气息身影 从地面直冲天空 朝着陆无飞锁在方向迅速飞了过来 紧接着 又一道身影 从广阔领地一处地面飞出 第三道身影 第四道 一直出现了第八道 那第一道身影 就仿佛是冲锋号角一般 后面接连八道身影 从雾岭山广袤领地各处迅速飞出 并跟随在那第一道身影身后 静止朝着陆无飞所在的雾岭山边缘 迅速飞了过来 你又是哪里来的 一袭大红长袍 满头赤发 面容凶恶 为首中年模样妖怪 带着身后八道身影 落在陆无飞前方天空 看着陆无飞就到 敢在我雾岭山撒野 陆无飞一眼就看出了 前方那红袍红发 长相凶恶男子 是马路成精 马路 又名百结虫 妖王初期修为 至于他身后那一众八位 全部身穿盔甲 手持兵器 身材高大 看起来有些唬人的妖怪 则都是妖帅将军级别妖怪 听着对方语气不善 陆无飞倒是面色平静道 我是南边蛮荒 大荒山白浪 无意冒犯 只是听闻黄蜂老祖隐居于此 特来拜访 还望通报下 南边蛮荒 红袍赤发中年妖怪 这时也终于察觉到了 前方青袍身影身上气息强大 有种深不可测感觉 这时听到对方话音来意 语气也不自觉稍稍缓和了不少 问道 你要找黄蜂老祖 陆无飞点头 正是 不知可否通报一声 红袍赤发中年马路 妖怪摇头 周梅看着面前陆无飞好一会 才道 我雾岭山虽然依附黄蜂老祖麾下 但是 老祖一直没有固定住处 行踪成迷 故 我们也不知道老祖在哪 不过 你刚刚声音不小 老祖若在 肯定能听到 所以 你等着就是了 老祖要见你自会见你 不见你 你等多久也无用 就像前面那些傻子一样 红袍赤发马路妖怪话中 意思没错 他刚刚那一声 黄蜂老祖要在 肯定能听到 他等下去就是了 不过 这马路妖怪话声中 还另有所指 他随即问道 还有其他妖怪 来拜访黄蜂老祖了吗 马路妖怪点头 自从两年多前 老祖狠狠教训了 那施托国丞相后 后面就有很多妖怪 慕名来找黄蜂老祖 老祖可不会理会那些 没头没脑 毫无礼貌的家伙 都让我打发走了 一年后才好了很多 不过也有不少 你是今年来的第四个 这马路妖怪有点画牢 初看外表脾气暴躁 但实际接触还好 而且似乎还有一点点冷 听到对方一股脑 道了一堆话出来 让陆无飞知道了不小消息后 陆无飞这时开口道 我是白浪 不知怎么称呼 我是红甲 说到这里 红皮赤发妖怪突然警觉道 你虽然看起来比那些家伙有礼貌 但是别想和我套近乎 更别想我会为你去见黄蜂老祖 呃 陆无飞听得一愣 他刚刚看法没错 眼前这货确实有些冷 于是脑中微转 随即道 你太聪明了 被你看穿了 不过我没想让你帮我去找黄蜂老祖 正如你之前所说的 我刚刚的话老祖肯定能听到 我只是想认识你而已 真的 聪明 看穿 听到对方说话这么好听 红袍赤发马鹿红甲 警惕性不由降了不少 道 你没有骗我 陆无飞闻声越发确信心中看法 微笑点头道 当然 以你的聪明才智 我也骗不了你 那倒是 红甲马鹿马上点头道 你这话说的好听 不只是冷 还有点缺心眼 陆无飞心中越发明悟 随即继续问道 不知黄蜂老祖统治下的领地 除了这物领山外 还有哪些地方 还请马鹿兄指点下 红甲马鹿文声马上道 你这就问对了 那边 他说着 转身就向另一个方向指去 那边过去 就是七岭 七岭再过去 就是青藤山 还有那边山 那些领地的妖王 这里领地能听到 其他地方可不行 说不准老祖就在其他地方 对了 我想起了一个地方 老祖有可能在 这也就是你 其他妖怪可别向我给他们带路 红甲马鹿说到这里 转身看向身后一众腰帅将军们道 你们都各自回去吧 说着又看向陆无飞道 你跟我来 说吧 就起身向后方飞去 陆无飞马上跟上 笑道 那就谢谢了 红甲兄太仗义了 这是实话 一般妖王可不会如此热心 这一路上 陆无飞不断询问 红甲马鹿也一一回答 一路飞了小半时辰后 陆无飞跟随 马鹿妖王红甲 飞出了物领山领地 远远望见 前方视线内一座远高于周围山脉的微微高峰拔地而起 直入云霄 就是那里了 据我所知 黄蜂老祖不时会出现在那座山上 红甲马鹿指着那前方 巍峨高山说道 不过我就带你到这里 前面那地方有妖怪与我不对付 你自己过去吧 听到对方要走 陆无飞马上道谢 一番寒暄后 马鹿妖红甲很快离开了 以往但凡遇到好事 陆无飞心中第一反应就是警醒 但这次一路过来 他在这马鹿妖王红甲身上 这次倒是真没能感觉出有什么不对 看着对方离开的背影 陆无飞心中不由想到 就是前方真有什么陷阱之类的 他也认了 就当是看走眼了 毕竟他这次出来一定要见到黄蜂怪 没有多想 陆无飞随即朝着前方高山飞去 迅速飞过前方连绵山脉 一直飞到那巍峨高山前 也不见钢马鹿妖口中妖怪出来阻拦 陆无飞也不在意 站在大山前直接喊道 黄蜂老祖可在 蛮荒白浪 特来拜见老祖 响亮声音如潮滚滚 迅速传遍前方微微大山 但陆无飞等待了一会 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也没有任何妖怪出来什么的 陆无飞看着眼中 心中顿时一喜 眼前这座巍峨高山定然是有主之地 他这一喊 像之前那般马鹿妖红甲出现 才是正常的 没有回应 也没有妖怪出来 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于是他再次开口道 这次声音更大 黄蜂老祖可在 只是话音才刚出口 一道声音便在陆无飞耳边 响了起来 行了行了 你小子烦不烦 上来吧 那话音之中的嫌弃之意 仿佛都要透出屏幕之外 陆无飞闻声顿时大喜 马上朝着那高山拱了拱手 随即身形迅速朝着前方 巍峨高山上飞去 迅速飞上高山之上 陆无飞就看到山巅处 有一间木屋 木屋前有一座 用木栅栏围起来的长长院子 小院内有一整套用来捣米石充 小院角落还养着有积压之类的家禽 小院另一角落 一道身穿金色短袍矮矮小身影 正躺在树荫堂椅上悠闲成凉 一旁有两只小妖正拿着扇子在扇风 稍远处 树枝小妖正满头大汗的在一堆旺盛篝火前正奋力的烧烤着 烤好的各种香味肆意的肉食则一起被送到那躺在树荫下躺椅上乘凉的金袍身影面前 又一大盘烤好肉食被送到了靠椅前 金袍身影坐起身 正好看到了一席轻袍的陆无飞降落在一旁 蛮荒白浪 见过老祖 陆无飞落地 随即便朝着坐起身的黄蜂妖祖拱手行了一礼 蛮荒 黄蜂怪抓起身前餐盘一块烤肉大口吞下 随即抬头看了眼陆无飞道 我在蛮荒认识的可不多 你小子又是哪里来的 若是又来寻我庇护的 就赶紧滚蛋 老祖我没那些功夫 看在你能框得金甲那傻小子把你带到这里 我只给你三句话的时间 说着 黄蜂怪马上低头大口吃起烤肉来 听到这里 陆无飞笑道 白浪并非来寻老祖庇护 看来老祖是真把我忘了 老祖可曾记得 六十年前 在蛮荒大荒山 老祖在那侯妖元璋手下 救了一小妖 话音落下 黄蜂怪吃肉的手 顿时骂了下来 六十年前 自己在干嘛来着哦 在那大荒山 侯妖元璋手下 救了一小妖 嗯 自己那时确实救了一只妖怪 一只走了大运 败入了万寿山武装贯阵原子大仙门下的白狼小妖 一瞬间 黄蜂怪想了起来 他立刻抬头 看着眼前这小子 嗯 居然看不出他变化来 黄蜂怪心中有些惊讶 双眸之中立刻金光大作 再看向面前轻袍小子 就看见这小子身后 一只凶艳滔天的庞然白狼 立刻浮现在眼前 原来是你小子 总算看穿了眼前小子真身 黄蜂怪眼神顿时大亮道 不等陆无非开口 他仔细打亮了陆无非一番后 捏着嘴旁长长鼠须 随即赞叹道 不愧是败入了武装观 败得镇原大仙的弟子 这才多少年 六十年而已 你竟然从小小金丹修为 一跃到了人仙岸 人仙后期之境 实在是让我惊叹 听到黄蜂怪的赞叹 陆无非再次拱手笑道 老祖谬赞了 当初多亏了老祖出手相助 否则定无白浪今天 行了 听到眼前小子的话 黄蜂怪捏着胡须摇头道 以大仙之能 你小子前脚 被那元章那蠢货抓住 后脚大仙就知道了 大仙弟子众多 就你不过小事而已 不过你这个谢我还是能受着的 坐到这里 黄蜂怪嘿嘿笑道 毕竟我救了你小子一次 不过我记得当初 你小子告诉我 你好像叫陆无非吧 什么时候又叫白浪了 你要是早点说 也不用和红甲那傻小子跑一趟 原来这老怪早就听到了 陆无非恍然 还好他没放弃 哄了马路红甲一番 否则今天恐怕还见不到这老怪 并老祖 陆无非是我道名 白浪则是我在妖族之地的名字 故而 我一直用这名 倒并非哄骗老祖 无妨 黄蜂怪捏着鼠须摇头道 你说你从那蛮花而来 那现在那大荒山如何了 他当初跑路 就是因为眼前这小子 现在他倒是感兴趣 那大荒山原章 现在怎么样了 陆无非道 那原章三兄弟 已经全被我亲手宰了 算是一雪当年之耻 对于这个结果 黄蜂有些意外又不意外 点头赞道 不错 亲手报仇才最快意了 你小子不错 先留下来 陪我喝上几杯 没问题吧 陆无非马上拱手笑道 故所愿也 不敢擎耳